民间诸多宫庙所举办的这些宴口 没声音 喂 民间诸多宫庙所举办的这些宴口 水路良黄等法会和佛教寺院所举办的有什么差异 有问题是说 总结问到自家佛堂共香共水 后能做供养是只在最后面这个时候吗 首先宫庙所作宴口所说的水路什么 只要他是请出家人来做 出家人做如法如理的观想 那么整个就在出家人的观想跟方法 仪轨当中运行 那基本上就没有差别了 我说有差别大概就是 有人算是道法啦 偷学外在啦 然后法本也买得到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也照本宣科念 然后不懂佛法这些道理 或者也不皈依三宝 然后刚刚同学有人讲了 他的那个三宝就是换成了 他自己信仰的对象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那个内在里头的 我刚刚说了 那个心念 佛菩萨的意义 能够套用在他自己信仰的神上面吗 因为不同的信仰 他本来就会不一样 价值就不一样 那神 神的究竟慈悲是长什么样 那就有另外不同宗教的权势嘛 所以那就不是形式 也不是那个文念念而已 是内在的修为 跟内在的思想核心 一样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说 如果是外道来自己做这些事情 那就要商榷了 那就要商榷 他到底理解的是什么 不是那个文字 也不是那个表象 是内在理解的核心 是这样 所以有没有差异就要看这个了 那你说那其他出家事物 如果也没有这个核心 那只是像个出家事物这样做 那OK 也会有点缺失 但是没有那么不OK 为什么 因为他是真出 我是讲真出家人 真出家人 真受戒 哪怕他有犯戒 他是真出家人 他对于佛的认知 有一定程度的 与佛法相应的内容 那么基于这个内容 他来做宴口 粮谎等等 他当然相对比较相应 但是因为没有很理解 观想的也不够深刻 所以功德没那么完备 这倒是 这本来就存在这样的事情 是这样 再来 自家佛堂供水后 能够做供养 是指在最后吗 是的 比如说我今天白天我供水了 那我就念佛念经 什么的 晚上要休息了 或中午休息 我把水收起来 或者我去念念 这个 阿弥陀佛多少句 然后我送出去 这在最后才做 是这样没错 到这边 好 就能够做了